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香蕉含一种让人体会变得很高兴的一种生物件 对 跟巧克力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香蕉比巧克力来说的话热量又低得多 所以如果选择你想笑的话 又不想发胖又想笑那就吃香蕉 没错 所以你笑点好低啊 不过我喜欢 香蕉吃多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吧 今天我们这个脆皮香蕉究竟要怎样做 首先要处理什么呢 好 首先就是要处理这个香蕉 好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香蕉都非常漂亮 你看我们吃个在家做个香蕉菜 还想出了这么多的理由 可见路子是有心人 是在微博上看到的那个海南那边 对 没错 香蕉滞销 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 焦集 我也看到了 所以我这个月也吃好多香蕉 小米蕉 八蕉 然后就换着样的吃 好 那我们把这个香蕉 处理成这样子大小相等的这样一个段 你处理起来好简单 对 没错 然后呢 掰皮 好 来 我来 我还以为你说你做这道菜 连香蕉皮都可以吃 就先切成段然后再处理 对 没错 这样切是不是也有保护果肉的作用 没错 好聪明的办法呀 那路子这个菜谱也是从网上找的吗 还是跟谁学的 这个菜谱是吃过 在西餐厅吃过一次就觉得好吃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试了 做了一下 没想到味道还真的不错 做成功了 嗯 没错 我觉得路子真的是有心 现在除了读书之外 最爱去的就是菜市场 好 我们再往这个全蛋业里面 加一点点的这个鸡精 给那个蛋一点点的味道 因为我们这个鸡精本身就很鲜 并且带有一点点的咸味 嗯 这样子会让这道甜点口味更加的纯正 甜甜的 嗯 然后有一点点的咸味 对 对 对 不要多 其他的味道都不要一点点鸡精给蛋液提提味就好 嗯 好 把它们搅散 好 我们就放一边 嗯 好 我们这火呢就可以开始裹姜了 好 好 这也是一个重点 嗯 没错 香蕉它其实水分含量很低嘛 那怎么样让面包糠啊 这些食材都裹在上面 那蛋液是一定要用的 怎么一个用法呢 我们让路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好 我们就先往这个沾上一层面粉 是面粉吗 路子 哇 这样沾得好牢 对 没错 因为面粉它一遇到这个水啊 或者是这种湿性的液体啊 像今天我们用的是蛋液 它那个粘性就会发挥出来 嗯 是的 所以它会把那个面包糠沾得更牢 嗯 好 这样子 一个裹好的香蕉就完成了 好 我们裹的面包糠还比较厚 你可以用手这样挤压一下 嗯 它就会很 很好的固定在上面了 对 对 对 好 路子在裹香蕉段的时候呢 我要帮它烧一些热油 说到今天要做的这个是脆皮香蕉嘛 对 就要用到油炸的部分 对 油炸的工序 油炸我们不怕 当然今天用到的油很健康 我们要加入富含DHA和EPA的 金龙鱼深海油调和油 这个量要多一点 路子加一点就够吧 对 好 照片润 再麻烦